進入我第四個部分 延伸議題 我的時間控制得還好 有阿輝的幫助 第一個 誰是台灣人 曾經在台灣沸沸揚揚的議題 說台語 公台語言 還有說明我原住民還是說客家話的 客家話我只會說一句 所以我媽是客家人 我跟我曾經學的 其他人不會 罵人的話我都會 因為我媽常罵我們 什麼火雞罵什麼 然後再來 因為我們小孩才來講話 我們小孩才來講話 然後說國語的是外省人 不是台灣人 但會說日語的是台灣人 甚至是會說日語 賣台的都是台灣人 姑某某 姑叉叉 這是一個議題 拋出來讓大家想想看 不要讓政客 或者是媒體操縱我們 到底誰是 怎麼樣表現你的愛台灣 語言不是唯一 再來 外配 這是我這一次 今天是禮拜 上禮拜一 禮拜一 禮拜一去高雄授訓 另外一個 不能說副業 我在法院當特約的德文傳議員 我們說一句訊 然後中部是從台中南部到高雄 所有地方法院的通義裡面 我算是少數 就是台籍的算是少數 全部是東南亞的新住民 在那邊我學到一個專用名字 外配不等於 保全這個不等於我畫不出來 它是不等於的意思 不等於外籍配偶 外配是帶有歧視的 帶有價值的 他等於外籍新娘 他不是台灣人 就算他已經有什麼 身分佔 那在那邊這次外籍新娘 雖然帶有口音 可是他們講話 這是不打鬥臉 非常的流 講中的非常流 然後其中有一個人說 怎麼會叫我外籍新娘 他說新娘是結婚那一天叫新娘 我現在已經來台灣十五年 他說我應該是老娘了 他不知道 那這些人說 很辣的很像 他說他是老娘 因為他小孩很大 那外籍配偶是什麼 就是除了東南亞之外的外籍人士 然後用顏色來分是比較白 然後講好像文化水準比較高 例如說日籍的 韓籍的 你都不會說他是外配 然後白皮膚的 美國人 波蘭人 或是德國人 不管他是男人女生 在台灣結婚店 你也不會叫他外配 你會說他是外籍 外籍配的 那這是給大家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誰是台灣人 大家可以待會討論 如果有時間的話 沒有時間帶回去想 再來第二個問題 台灣文化的延續和發展 什麼是台灣文化 我們要怎樣的台灣文化 全球化可以擋嗎 服貿 吃了 OK 我是感冒的 服貿協定 這個GATT 是GATT 應該是GATT GATT 它在德國也曾經 就是沸沸揚揚過 因為高等教育 它要開放 它所謂的高等教育是產品 三頁產品 從美國和英國流出來的 它很少的是這一塊 農產品比較少 因為德國什麼都種不出來 除了馬鈴薯 它有種工業 它沒有農業 那台灣呢 貿易 譬如說洗頭搭 放衣服刷等等 全球化可以擋得住 我們已經失手了 水果 但是我們還是種出 我們自己的好水果 希望大家多消費 我不吃美國蘋果 我不吃美國蘋果 留心來看 還有偶爾吃 那個PV 念力我們給它精調 再來如何抵擋 如何抵擋 抵擋全球化 全球化的在地化可能嗎 有一個新名詞出來 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 對 Localization 我現在不想講 Localization 它有一個新名詞 那簡稱全球在地化 5K0 還是一個5K8 不知道 當麥當勞成為主持 肥胖小子哪裡來的 胖妹小胖妹小胖哥哪裡來的 米食文化 你去看日本人有胖的嗎 你不要跟我說 澱粉含量多什麼的 你吃了飯堡 你就不要再吃那個 就是澱粉類的 你二折一嘛 我們是米食文化 就是在德國老玩 在德國那個稻米是健康的 他們覺得吃米會胖 可是我們在台灣 就覺得吃米會胖 這麥當勞會胖 這是一個大問號 好 他們是有先餐食品 在歐洲 好 再來 當摩天大樓成為建築 或居住的趨勢的話 好 那我們的建築景觀就會改啊 當透天是蠻不起啦 那就是說 是不是建商可以蓋一些 比較符合我們 就是二三樓的公寓 或是五樓的公寓 現在都沒有了 因為土地太珍貴了 但是他蓋的那種鳥籠的屋子 真的是我覺得他考慮太少了 好 那個再說好 就是你的景觀 建築景觀改了 當去超市購物才會主流 小農怎麼辦 好 怎麼怎麼辦 那超市的東西我吃過 那個肉就是有種腥味 不管雲或者是雞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保存企業超市只有三天 廢花已經凍了多少天了 幾個月吧 不知道 結凍以後就是都有味道 可是去菜市場來就是沒有啊 奇怪 當老建築都被簡化成老街 而且全人老街是有一家 還是兩家 好像是一家 BOT 外包 宣傳 所以你到淡水老街 到三峽老街 到大溪老街 怎麼都 裡面的東西都一樣了 他的什麼童玩 還有什麼小吃都一樣 然後你說客家擂茶 怎麼全程都有賣擂茶 吃起來好像也都一樣 對不對 你拿什麼做光光 我為什麼要到那邊去 對不對 光光要看的是什麼 回到我們之前的這個定義 什麼叫文化 跟人的生存和生活有關的 要有特殊性啊 再來 那個是代解的問題 拋出來 誰是台灣人 然後什麼是台灣文化 普世價值 第一個人權 全世界都一樣 不分的 這是沒有什麼特性的 這是全世界都一樣的 人權 規定在憲法裡面第一條 你的基本權 人權是什麼 你的生命啊 政府要負責保護啊 同案 同XX案 居住 你住哪裡 對不對 你的文化要發展 要有人 這個人要住哪裡 大普 大普也是另外一個案子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氣憤的原因 還有先行的自由 先行自由是被我們忽略的部分 不管是我們移過來的人 移到台灣的人 或是我們台灣移出去的人 為什麼我們對於台籍美人 我們覺得我們家有一個住在美國 住在澳洲 住在德國 就是 嗯 你就頓時走漏有風 好 如果說你是凹起了一個 變男新娘 就 就軟下去了 有沒有 就是遷徙自由 你有自由 為什麼別人一起來 你就 你就 阿富貴亞特 就貶低他了 其實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民主 我特別把他放大 但是因為 再放大就會跳到第二個 尊重少數 民主不是只有服從多數 服從多數 我們很容易都是表決 那就是多數暴力 尊重少數 你才是真正的民主啊 好 像全世界 像台灣也慢慢的有改 像以前的執政區 會去救難 救災難 救什麼都很少 然後後來就是還有台風 台風 每次台風或是天災的人 死亡人數越來越少 表示我們國家進步的指數 越來越高 越來越重視那些 住在偏遠地區人的生命 你願意派出什麼 救難隊什麼去救他 但是呢 在生命權 居住權 那些 財團跟政治 就是金權政治這個方面 還是我們要努力 還有很大努力 尤其整個亞洲 不是只有台灣 那韓國也是很一個特例 對不對 每一頁自從權斗換以後 好像每一任上台的總統 下台直接借監獄嘛 就是跟賄賂案有關 好 那尊重少數 那這次我們從那個 白山君的世界可以看出 我們這個少數已經見多數了 我們站出來讓大家看得到 再來容忍 好 我再次強調容忍不是 包容 包容不是容忍 你是把他包過來 你愛一個人 你不是連他的缺點都愛 好 雖然是有點 我心裡有點擦擦擦 你還是OK 這就是他整個人 你不能分割 你說我只愛你好的一面 我愛你壞的一面 民族 人 還有文化也是一樣的 文化是連關不可分割的 然後可以藉由教育的方式 一代代傳統下去 唯有多元文化的社會 那理論是物種多樣 你才可以長久黏黏 不會說一個即便來 整個都黏黏神或什麼等等 再來 還有嗎 這是我記憶 我也有點魄魄乾 就是有點那個 就是有點那個那個 挑釁 台灣山區為基地發展成為茶園 果園 好我曾經放過 欸有在那邊放嗎 因為有那個 有紀錄片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台灣山區只能做兩種用途 一個是領 就是自然領元始領 另外一個是造領 所謂造領 就只能種樹 那個樹不是茶樹不是果樹 就是樹 把原來砍掉了種回去 可是我們卻為了發展觀觀 一鄉一特色 變成茶園和土 就是破壞水土 好 那美景不在土地 開發多 所以大地環不在還不斷 我們要住哪裡 最主要是住哪裡 三下土不見了 到哪裡去 到三峽 我們要拿什麼 好做光光 好 那三下呢 良田和土地開發 槓上 你到底要住哪裡 你說文化人 人要住哪裡 沒有地方住 你怎麼發展什麼 拿什麼做光光 這是我很 就是 我用血淋淋的顏色來表 小林生紀念館 你可以做光光嗎 活埋村 好 不是我們活埋 其實它是天災加人火啦 九二一地震博物館 可以做光光嗎 好 你懂我意思嗎 OK 再來 好 這是 沒有文化的國家 沒有生 沒有文化的國家 沒有靈魂 或沒有生命的僵屍 只剩空殼 好 那 來裡有希望的吧 下一頁 我還是有給你們希望 我們綠色和藍色 農什麼啊 文化 不要去搶哪個多哪個少 哪顏色都哪個少 文化必須和在立人的生活 和生命產生連結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再親近農場 或南投弄一個什麼歐洲別墅 我有部價風 拜託 你不是那個文化 那它那個房子哪裡來的 它建材 那只有外表像 就像我剛剛說那是空殼 說法出來的氣氛不是氣氛 在立人的生活和生命產生連結 還要注意什麼 你自然環境的和平共存 那個土啊 你建的那個東西 那個土啊 要堅持的 你不要說建在一個沒有水土寶石 那20年後就土石流就沒有的東西 好 那再來 OK 這個是我的節目 好 希望就是說大家可以藉由我的分享和介紹 好 就是讓大家去跑 好 你們年輕人要去跑 可以 我老了我就在家裡 好 繼續我的志業病 就是說希望大家去找王继胞子天在哪裡 好 去找周媽媽在哪裡 好 去找其他的眷村小志在哪裡 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然後跟他第三代去談談他們第一代的故事 就你們在這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面所得到的知識 好 去印證 你們自己去印證 這是給你們的功課 隨時做 沒有期限 你們只要有興趣 有時間都可以去做 好 那對於我剛剛的兩個問題 或者是有沒有做補充的 這邊有眷村子弟的 或者是 對對對 就是有做補充的 還有就是 現在還有沒有哪裡有一個什麼 什麼 眷村市場 或是哪邊比較密集 好像是和平街 是不是 在家裡那一條 就是和平路 和平路 和平路 那邊可以去找找看 有空去用大腳走一走 好 和平路 還有就是這兩個問題 大問題 這是大問題 誰是台灣人 還有就是台灣話是什麼 好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也沒有解答 我說代解的 代解的題目 OK 那我時間交給你們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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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講解 你是台灣人 放這個一把尺吧 對啊 應該有啊 好 對不起 我是外地人 對啦 我突然就是 坐著小波進來看看 還蠻好奇 其實講到文化 你這裡面那麼多 但是 閩南人占百分之75% 所以 很多的東西 語言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你可以說 你媽媽可以說話 因為你這個語言 如果不疼 你的文化 你就是無語了 所以這是這麼強的 這是我 那我一個看法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到安登里是 是 是民嘛 被殖民嘛 被殖民嘛 對 日本人是民 國民黨是民 還有以前也是一樣的 到現在的遺跡 也是都市民通財 通財 所以 所以你看 我們台灣人 對土地 無人當 無感情 完全無感情 百分之九十的 台灣人就是這樣 到現在 到現在 有 漫漫少年 一直 我回家 我的故鄉 我要創作 但是你的理念 也是 你的理念 也是北京的 會有的 你沒辦法 怎麼去 去 發展你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 為什麼有 有他那麼多的 小 小型店 那麼多的 好的東西 他就是 反正他的政務 因為說到要來 就是政理 就是說 你Costco 買一台 買一台 我一本 洗衣服 我給你一個 規定 好 你一定要有 規定 規定 你才可以來 來我這裡 開一間店 他就是我一台 所以他就 給他一台 很多 所以他就 沒辦法一台 所以他小間跟我店 他就給我發展 這就是這樣 這是我一台 小小的 方法 這就是他講的 我要全球化 全球化 全球化 只能在地 對 這都是政府文化 這也是 他語言也是 你給他 國語化政策改了 台灣的 語言 的改變 就變成了 國語化政策 你給他 用作 譬如說 你記得打台語是不可能 因為台語 我們 譬如說 我也要六十歲 我也沒有學到台語 譬如說 我們的教養裡面 沒有教我們台語 沒有錢 沒有錢 台語又那麼多 那麼多 打來打去 對吧 對 對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 用我們講的話 去教養我們的 會一台 對 所以我剛才說 對 你要一種行李的 誰說 說你的母語 脅威也好 除了法政策的議員 因為 你不用教 他去到學校 他在那裡 他的書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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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教養的體制 對 我們的國語化政策 就是 整個都 都講話 那些都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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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我剛才去面對 我就說 他都沒辦法 對 所以 說起來也很疲倦 因為我剛才去聽那個 張國成教授 他說 外南的建國史 越聽越 越疲倦 對台灣也覺得很疲倦 因為福茂 那福茂的決定 會讓你台灣變成後面的生存 因為他叫中國人 他就是中國人來比較多 他不要求他的政策 他都一定 他日式的 你都拿他都沒辦法 他要怎麼就這樣 你就來講講講講 因為你也沒辦法 你叫三天人也沒辦法 對 對 那就是他人 對 福茂就是說 讓台灣變成生存 你住六天 你就能拿到台灣的身份證 台灣的身份證 你人口證 政策 你落到台灣人 就是沒得去 你就移出去 中國人比較多 對 種種的問題 對 王偉忠 他這也是 揪手的族群 為什麼 王偉忠拿到最大的利益 他認世界 對 我們台灣的人 因為有日式法事件 所以 所以經過日式法事件 我們的老闆人 有個人說 我們可以做醫生 做生理 我們不能去出政理 但是所有的外星人 所有的影視 媒體 都都是外星人在學 所以他們都 將額在他們的青頭 所以你沒辦法見 你到現在都沒辦法見 因為他的詮釋 是用他的觀點 他抱給你看 他拍這段影片 他就有 他的主觀意識 所以他抱給你看 你沒行動 你若不說 自己很刺激 你就會帶著走 你看他的眼鏡 就有帶著走 其實 我覺得也不要太犯政治 因為我覺得 很多紀錄片 不是只有王偉忠拍 那還有拍 一望無時光拍 他也有個獅子證 對 因為每一個導演 每一個影 電影 電影或是劇本 或是故事 他一定有一個中心主題 好 有一個中心主題 這是必須 就像我寫一本論文 我如果沒有自己的觀念 那個就是不叫論文 這個就不叫電影 你要說什麼東西 你要說清楚 至於說他背後有沒有政治一 那見仁見智 那我要說的是 就是語言政策 到底要怎麼樣做 才是正確 那我舉個例子 我覺得台灣不要那麼悲觀 好 那德國呢 那麼大 現在是八千一百萬人 八千一百萬人 八千一百萬人 一後十六個八國 那少數名就是誰 是巴巴利亞 就是我們最常知道的德國主角 然後就是德國人的視為 就是被全世界的視為是德國代表 可是德國人不成人 他覺得是鄉下人 怎麼可能穿皮褲 然後戴帽子上面 跟羽毛 那個是德國人 還吃德國主角 他說我們德國人很少人吃德國主角 只有那個地方 那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我要說的是說 語言政策 德國他是被 美國掐著脖子走 四國佔領 那但是他們全國 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學校教的 那國民黨政府 他的語言真是錯在哪裡 他錯在禁止 那我覺得 就像您剛剛說的 就是說你說台語有很多種 不是說誰打不過誰 而是說 你要讓他有一個政策 是讓人 每個人可以共通的 像你說的台語我聽得懂 可是在老一邊他用禮語 我就聽不懂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用語 不是我的日常用語 那我覺得人 語言是用來溝通 不是用來吵架 當然吵架也是一種溝通 還有就是語言是用來怎麼樣 互相增進理解 而不是引起分裂 那我覺得說 作為一個老師 那我的工作就是 希望促進 大家互相要了解 然後是 我覺得整個亞洲 我最氣的是什麼 整個亞洲 我最氣的是 他都強調競爭 完全是美國那一套 不管是商業 或是教育 或是你的同學 你想想看 我覺得那個制度 每次都ranking ranking ranking 它不重視每個人 他自己的辦法 那同樣的 政黨 你除了競爭以外 你要有合作的部分 你要執行 你執政黨 那你的那個 你的在野黨 有沒有監督到 大埔事件我要講 那五個 五個苗栗的那個 民進黨其實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今天為什麼會 那個公民出來 學生下什麼 颱風間騎著摩托車 冒著生命威脅去大埔 那五個民進黨在哪裡 所以每次扯到政治 對不起我火又來了 不要講政治 我們要講什麼 自己去創造自己的文化 不要靠藍也不要靠綠 那現在整個台灣是 你人民的生意在哪裡 他就被你帶著走 他跟以前不一樣 好 那是於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服貌每個國家都走過 只是說台灣的籌碼太小了 真的太小了 因為大家知道 2015年或是2016年 是東南亞國家國協 已經變成從從 11國變成16國還是17國 連美國、韓國 還有澳洲也進去了 台灣如果說都不進去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文死 如果說我們還是停留在民進黨時代 那八年的鎖國政治 我連怎麼樣 我連東南亞我都 就是 真正錯誤啦 你學了那麼多國家 你不曉得鄰居說什麼話 東南亞你們家外勞說的話 你聽得懂嗎 你會說嗎 德威也是從這個經驗 他推行了很多 他最主要是楚爾綺 他跟楚爾綺之間 兩個宗教不同 一個是拜阿拉 一個是拜楚爾綺 雖然從桐園是一樣 他到現在還是在算民族融合 但是他辦了很多的民族融合的活動 譬如說認識你的鄰居 所以鄰居是你富爾綺人 那我沒有沒有 外勞 外勞 外籍新娘 他說我是老娘 我不是新娘 等等 那我覺得大家 對 我覺得先要大家是從 人民對人的角度去看 政治那個太沉重 是可以討論 可是我覺得不要太犯政治 不要太犯政治 所以剛剛追問是用藍綠 應該沒有錯吧 我是沒有用紅色 包容 對 對 是包容 不是容忍 不是容忍 我覺得就是 你要用自己的頭腦去想 去想自己 不要說 我 巴拉雖然是貴的 可是我還是會去吃 我不會讓他半醉到這種